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 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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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一动不动 还以为你煤炭中毒昏过去 还有事 我看你这个杯子补得不错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这个 只要不留明显的痕迹就可以了 不能 不会白麻烦您的 价格好说 请先生 您一而再的感人 是对我有偏见啊 这叫金扇 做不到你要的不留厉害 哦 你说这个呀 你随便修 多少钱啊 那就先补下刚才的材料费 嗯 五颗金粉 我描金最多用点一颗 剩下的全被吹走了 一共四千三 你我搁单一半 不是 什么金粉 你说这个 不拎不拎的是黄金 八百六一颗 南城黄金交易所的价格才三百八 你就算狮子大开口 也打听一下行情吧 不用你的话 你可以离开了 你们村的邻里关系是不是很好啊 连碰瓷挑战法律的日子都要挑同一个 SmartPak 特别有战法律 overe动 另一周 金先生 刚才吹散了您的金粉 是我的不对 您看这样 金粉的钱 还有玉坠的修补费 我一起给您 给我一个收款码吧 我不做挑战法律的事 不好意思啊 刚才是我口误 您也知道 我们做金融行业的人 每天都是跟金钱打交道 一分一厘都要精明计算 最是俗不可耐 司经理 您代表不了 你们金融行业 是 我就是一小银行打工的 您看我这大老远的 跑来追债也是不容易 都是为了生计嘛 所以 能不能打个折 或者我先付五百定金 玉坠您什么时候修好了 我什么时候再付尾款 放心 我就在这儿 绝对不会来账 不过我 不知道 那么 这儿 不过我 你慢慢修 我真的不急 欲坠的裂口不齐 裂面已经有些磨圆 左边连接处还少了一小块 破损时间应该在十年以上 要修复得好 等等 锦先生您刚才说 这块玉的破损时间 已经超过了十年 对吗 你确定吗 确定 不过 你干嘛上午录音啊 我承认 擅自录音是我不对 但这都是因为 你的邻居陈莲芝栽葬 我碰坏了这块 据说价值几十万的月 我这都是为了自保 我没有打算要报警 你当然不会报警 未经本人允许的录音 不能作为证据 你只会拿去下壶陈景 顺便再利用 所谓的灵力情面 软硬兼施地 逼她说出她的丈夫在哪 是 我就是目的不单纯 那也比不上 你的好邻居陈莲芝 欠债不还 故意你们丈夫的行踪 现在还变本加厉的 栽赃威胁 你们的交纷 我没兴趣撒谎 别把我撤起来 至于这块玉 修不修补 你们自己决定 修 当然要修 而且你什么时候修好 我什么时候走 避免你们两个狼狈为奸 拿块假的来栽赃我 对于做你们这行的来说 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随你 什么破地方 连个外卖都没有 不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